大家好,两位选手,身高有巨大的差距 没错,袁崎卫这里是一个力量型的选手 是的,这单腿抱摔到了侧面 因为两个人足足差了13公分的身高 而臂展也是差出去了19公分 看到克里斯那样踩着龙往,想要把身体给转出去 没错,看看能不能行,应该能转过来,柔韧性还是比较好 但是袁崎卫的压制力也是非常大 对,但是似乎也没有太多的有效进攻 其实作为袁崎卫来讲,因为身高差了这么多 他想完全压制住,可是自己俩也不是一个箭太容易的支撑 好,到其身位了,垂直的机会 这是袁崎卫最擅长,也是最喜欢的把位 哇,是连续的输出 这手臂很长,可以保护好自己脑袋 但是要小心啊,继续这样的话,容易被招牌了 果然 在这个压倒性的压制之下,然后连续的锤迹啊 格里斯丁娜尽管还能够保持这个神志的清醒 实际上没什么问题,但是对手的优势实在太大了 没错,而这也是袁崎卫最喜欢或者说最擅长的获程方式 在这儿要恭喜延续会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格东民,热血,请不要 格东民,热血 格东民,热血 我请不吝点赞